看看南方澳断桥事件后对渔民的补偿 先议员王文怡说富岗渔民委屈了 王议员质询农业处如何为渔民争取救助 明明同样是渔民 同样的灾害条件 除了月份不一样 我看不出来哪里有不一样 一个是断桥 一个是天灾马 台风马 同样都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 而去影响到阻碍了唯一出口 渔民无法出港 所以不能去捕鱼嘛 那南方澳的 10月1号发生断桥事件 10月3号补偿方案下来 那我们8月份发生白鹿台风 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 那本期想要再提出来反应的是说 莫拉克台风一次漂流木 白鹿台风一次漂流木 我相信之前一定也有过 那连续发生这么多次 可是我们的县府呢 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鱼港做得更好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我们的漂流木进去 可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渔民有权益受损了 他的损失又无法得到赔偿 不是很不合理啦 明明同样都是同一个中央主管机关嘛 同样都是农业署 农委会渔业署在负责 可是标准不一 完全的不合理 不公平 不正义 那您说你已经有去跟渔业署反应了嘛 那麻烦请处长你说一下目前的进度如何 那你有没有把握可以替我们富岗的渔民争取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保险啦 所以我们如何用保险的方式来处理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发生一次 那第二个就是从白鹿台风之后 我们跟中央要那个栏目手 栏目手我们前几天标出去的 标了一百四十几万 我们会做三个关卡 平时的话就收起来 台风的时候就把它放出去 栏目手大概在短期内就会开始失作 至于说救助的部分 我们如何透过县政府的力量来做简单 或者怎么样添灾的保险 对富岗港对几个港区来做保险 至于说中央政府 他用他的那个相关方式来做救助 这个部分当然是关键在中央啦 我们县府我们除了保险以外 其他的部分我们当然跟他们沟通 确认以后才跟议员报告 资本消防分队预定用地分属三个机关所有 王议员请建设处与消防局先取得土地波用同意后 再利用建设处所提的个案方式尽快处理 那可是我们那一块地呢 分属三个不同的管理机关 有台东县政府 国有财产署跟台东施工所 那县府的部分 我们比较不会去担心他土地波用的问题 可是国有财产署跟台东施工所就不一定了嘛 那你要通过通盘检讨再来讨论说要把土地 就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真的是很急 那本席希望说呢 建设处跟消防局呢 你们去想看看一下 就像处长你讲的 用变更的方式 我们先去跟国有财产署跟台东施工所 我们想办法 先去取得他们的土地波用同意 因为土地取得消防局 他才有办法去画图 去编经费 去跟花东发展基金要钱嘛 你带没他要跟土地 资本地区污水下水道的接管工程 请建设处针对不同意 或是因为施工空间不足 需要拆房子进行的个案 以变通的方式协助 因为本席知道说 目前我们讲第二标的部分 就是资本路三段除外 其他建合跟资本住宅区里面 应该至少有300户 他是不同意接管的 所谓的不同意 有些是找不到 那本席发现有很多的民众 他对我们这个工程呢 他不是很了解 他对施工也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本席想要请教你几个问题 然后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民众 他的切身之痛 而且他们也比较在意的啦 那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接管吗 如果我不同意接管会怎样 污水下水道法 他一定要接管 就是我们现在是鼓励宣导旗啦 大概由政府机关来帮他们接 这个都是由我们的工程会去附会 那未来如果这个期间过了以后 强制接管的部分 你不接的话 大概会划一到十万啦 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尽量避免 不要去发生这样的问题啦 因为现在有 大概有将近四百多户 没有办法接管的事 第一个就是他后面加建的 可能就是比较豪华一点的建物啦 他舍不得拆啦 那我们也跟他沟通了以后 就是由你自己来拆 你想拆到什么程度 只要你可以让我把管接出来 我们县政府会去把管接出来 那这一部分我们还陆续在沟通中啦 那未来 因为未来接管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接管接了管以后 大概化问池就用不到了 那化问池汇除的部分 他如果同意汇除 我们这边还会帮他来消毒 回田 配合我们来做接管 因为对资本来讲 最常遇到 我想现在工程有时候 没有办法如期进行的 有些区域啦 大部分遇到就像处长讲的 因为都老房子 所以他的污水排放 几乎都在后项嘛 那我们就一带一个问题 你说要自行排除嘛 你叫我自己开钱 去挑我自己的房子 我当然是没了 但是我又对我们的施工 又有疑虑 我不是讲说 接管的施工有疑虑 是我不知道说 我拆了之后 我对我的房子 有没有什么影响 再来又要花钱 所以本期想要 拜托一下处长 针对我们资本地区 他目前不同意 可是他又因为 施工空间不足 需要拆除到房子的 这些民众呢 我们各按来讨论 我们用分区的方式 我们想看看啦 也许可以用 改变接管位置 或者其他施工方法的方式 那不要硬邦邦 因为建设处 做得很好的一点 这个是值得家讲的事 你们做了很多事的 说明会 甚至你们分区 或者分项弄 一间一间的去 跟大家说明 可是你们的解释 他们都听有 问题他们的怀疑 而且厂商的说法 都是自视化 比较没有办法变通啦 那所以希望说 如果有针对 这样的个案呢 我们分区来讨论 我们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变更接管的位置 尽量让我们的住户 在最少的损失下 然后来完成 我们这样的接管工程 短短30公尺 不铺满 工程做半套 王议员针对 资本地区道路 施工品质问题严重 直询建设处 拜托县长明年 提高基础建设的经费 让建设处跟农业处 好做事 王议员请卫生局 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 研议成立卫生机查队 统一调度的可能性 王议员建议县长 补足建设处的人力 王议员希望台东 有更多的观光建设 他建议提升观光业势的规格 设立大型的剧场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 第十九届第二次定期会 先议员王文宜县政总咨询 问证内容的摘要报导 由刘热文整理